GOT频道 本视频将介绍GOT2000与伺服关联中的以键式调整功能 在伺服系统中,如果伺服参数处于未调整状态,将会发生振动 在一键式调整功能中,可通过GOT对伺服参数进行设置 本功能的操作流程以演示机进行说明 首先,启动演示机的电机运行 在运行状态下,触摸一键式调整开关 在本画面,触摸开始开关 增益滤波器参数的自动调整将被执行 当一键式调整正常完成时 从画面上可看到,振动一直控制处于有效状态 自动调整完成后,可确认建立时间与过充量 需要进一步调整时,可从调节画面设置详细的数值 一键式调整后,需要进一步提高性能时 可通过两帧一调整模式进行微调 在本画面中,可通过手动来操作各种预波器的设置 在本画面中,可通过手动设置各种参数 使用一键式调整功能通过GOT,轻松调整四伏放大器的增益参数 有效支援四伏系统的启动,调整,并提升作业效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